行政院长赖清德中 昨天率行政团队前往经济部 听取产业五缺的情形及因应对策简报 记者黄一书摄影分享 赖清德就任不到两星期已宣布军工教明年加薪 一例一收将提出政院版修法草案 他还马不停提示查台电气象局坐镇中央防灾中心 昨天还率行政团队前往经济部 听取产业五缺的情形及因应对策简报 主持问题会议并专程拜访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 不过赖清德虽展现积极与细腻 政治能力明显由于林权也难免有政治表演的成分 尤其朝野对立不是一朝一夕 若以为拜托公道波就能达成朝野和谐 未免过于天真 王金平昨天勉励赖清德 未来施政要让国内和谐 社会团结 两岸和平与虽简要 却是蔡政府目前最大的罩门 赖清德就算对在野党做足礼数 但只要继续上演前瞻预算审查过程的一事不二义 朝野比南和谐更严峻的则是两岸关系 赖清德先前虽抛出亲中爱台 但如今身份转变 两岸政策又是蔡总统职权 赖魁的两岸主张逼成外界检视焦点 赖王会后有预会者转述 赖清德特别拜托王金平在总预算案多帮忙 王回应说可坐下来好好说 但民进党什么都不愿让 那会和谐朝野互动如此 两岸又何尝不是